1980年11月29日 高安城南江西第二电机场传来消息 该厂过境施工时发现一个椭圆形教学 里面有大量瓷器 经过发掘清理 共出土文物245件 其中的19件原青花瓷器 引起了海内外轰动 因为全世界现存的原青花总数很少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300多件 当然具体数字还存在争议 而围着高安发现的这19件原青花 至今都还有一个未解之谜 大家好 我现在在江西一个叫做高安的地方 今天过来这边主要是看这边的原青花博物馆 其实这个博物馆我在好几年前就知道 但是当时没有太大的感知 最近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 它是原青花馆藏数量排名世界第三的博物馆 另外两个是在土耳其跟伊朗 这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因为原青花在中国整个刺激史上 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 今天我还从景德镇那边约了 我的好朋友英年老师过来一起看 然后让他顺带着解答我的一些关于原青花的疑问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原青花在中国瓷器史上的地位为什么会这么特殊 因为原青花在景德镇的制词页里面 它是我们的一个高光时刻 也是我们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在宋以前的我们的瓷器的装饰形态 高温瓷多数的还是属于单色装饰 那有了原青花 它的忽必烈带来的苏玛尼清料 关键是什么 成熟运用 大量普及 然后就奠定了我们的彩绘装饰的美丽绚烂的开篇 所以它对我们制词来讲是极其重要的 在它之前我们有彩绘吗 唐三彩 算是我们的装饰形态丰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都是按刻 或者是通过诱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留白呀 镂空啊来做一些装饰 那真正的用上了绘画的 其实就是从原青花开始的 第二个问题 原青花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英莲老师说是塑料的水墨运长 塑料也就是苏玛黎青 一种低猛高铁类的孤料 产地在波斯 经过烧制 它会呈现出蓝宝石斑的鲜艳色泽 元代和明初的青花 大多都是用苏玛黎青进行绘制 同时烧制过程中 还会出现银黑色的结晶斑 俗称西光 西光也被认为是这一时期青花的重要特征 但是对于这一点 英莲老师也有自己的不同观点 包括它的顶上 它都没有什么 一几块 一几块 所以说元青花不是说一定是以西班为美 是怎么优雅怎么美 怎么干净怎么做 不要把古人想成了一个傻子 就这里的瓷器每一件真品 它都很什么 很优雅 很干净 而且很纯粹 这都是在市场上很多人对元代的一个误会 因为它的仔细都是 瀑布烂烂的 要么就是又里红 红的一片默默糊糊 要么就是元青花的西班 满身苍蝇 所以这都是一种不正确的认知 此外 元青花在七星大小上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元青花 打破了以前的瓷土的就是我们对器皿的认知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小罐子居多嘛 它做的物件 就像我们刚刚看的都有这么大 你像楼下的那个向尔屏不是有八十公分吗 那个元件不是在大英博物馆吗 你像它的这种的这么大的器皿 完全是因为锦德镇得天独厚的泥胎的绵合性比较强 好厉害 对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泥土它自身自带的优势 你想做你也做不了啊 在元青花之前是只用那种叫什么磁石是吧 对单元配方 就是只用磁石 然后从元青花开始用二元 二元配方 就开始出现了二元配方 然后就解决了材料稀缺的问题 然后就解决了材料的叫做它的可塑性 可塑性是极其关键的 无论你是硬胚 盘以前是盘泥条 像它的这个大件 它是把它搓成像这样的泥条 然后把它这样的盘起来的 一圈一圈一圈盘上来的 盘泥条我以前在其他地方有拍到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另外所谓的二元配方 也就是将磁石和高领头混合 这大大提升了磁器的硬度和白度 也使得大气型能够烧制成功 第三个问题 青花元起于唐宋成熟在元代 那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成熟的标准就是量化 批量化和普及化 就像我们说的 对 规模 就像我们说的还原烧一样的 还原烧它其实在以前也有 但是规模化 批量化是在什么 中唐以后的长沙窑 然后再发展到整个宋 它都在使用的技术 第四个问题 元清花和明清清花的区别是什么 明朝的制作更为优良 官窑的做出来的胎词 更为细腻 元代的就较为粗犷 更为原始 清代是什么 它喜欢炫技吗 它会把我的有的技术 因为你已经在优化 优化它也是有尽头了 优化到一定状态 那它剩下的是什么呢 就出现了我们说的堆砌的工业 各种工业 要弃型的 要加在一起 还有弃型的 叫什么古灵精怪 等等 第五个问题 存世元清花的数量 为什么会这么少 所以这元清花少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元朝它本身就特别短 它的体系还没有完整 它就宣布改朝换代了 它也在形成这种雏形 但是最终都没有聚化它 除了朝代快速更迭 元代朝廷更重爱软白幼� 以及民间对优质清花料的难以获取 也是造成元清花数量稀少的原因 元清花虽然也有官府自用 但主要还是外销到波斯 波斯把优质的清花料运到锦德镇 在原路用回烧制出来的清花瓷 这就是土耳其和伊朗 元清花数量能居世界前二的原因 那因为数量少又缺乏官方记载 元清花一度被认为不存在 20世纪20年代 英国人霍布逊意外看到了一对 写有执政11年的清花大品 并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以前清花词的论文 但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1950年 美国学者波普对伊朗和土耳其 元清花的深入研究 才算正正拉开了元清花热潮的序幕 在高安元清花博物馆里还有其他地方管藏件的房品 伊林老师说在反光上其实就能看出明显的区别 不知道大家在视频里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 一个是渗透光 一个是表面的叫油光 原因是因为材料的天然里面有很多的可容性的物质 我们现在在调整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原材料的采集 就已经过滤掉了很多的不干净的东西 那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恰恰就是它的灵魂 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前面提到的未解之谜 那就是这些元清花为什么会出现在高安 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有推测认为教堂主人是元代驸马都尉 五星府和五良城父子 因为他们是高安城五家村人 但目前被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 这批元清花属于祭祀用器 是元瑞珠录像集的认定制的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那推荐有一定的瓷器知识基础 并且对元清花感兴趣的朋友过来亲眼看一下 这些产品虽然在网络上 也会有很多的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 但我觉得亲眼看一下 还是能有不一样的收获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